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節的天氣 我是鄭仲彩 直至今早大約是7時時 各局的氣溫是介乎在23至25度之間 如果我們在鶴咀的攝影機看出去 我們可以看到 今早來說我們都可以看到一些低雲的影響 而且在海面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博物 如果看回大範圍的衛星雲圖 我們可以看到廣東沿岸地區 天色是不錯的 不過在南海北部我們看到 跟一些偏南氣流相關的雲帶 只是影響著該區 如果看回封牆預報 我們可以看到 在來近今日和明天 我們慢慢就會受到一些偏南氣流的影響 在廣東沿岸地區來說 是會多一些趨雨 而至於在遠一點的天氣 我們可以看看一些電腦的預報圖 到了本周的中後期 其實在廣東沿岸地區 會受到低壓吵的影響 所以這一區的天氣會變得不穩定 以及有機會有雷雨 大家要記得留意天氣的變化 而至於今天 詳細的天氣預測方面 就會是部分時間有陽光 初時各部地區會有些薄霧 而日間是炎熱的 氣溫的預測方面 最高就會去到大約是接近30度 而風方面是吹微風 漸轉吹和緩的東南風 如果在展望方面可以看回 在明天來說 就會在短暫時間有陽光 以及有些趨雨 去到隨後的兩三天 天氣就會漸轉不穩定 大家記得要留意最新的天氣資訊 這次的天氣我們就看到這裡 再見